明年基本工资调账 时薪从160元成为168元 月薪原本24000 将会上涨到25250元 调幅5.21% 时薪一共有51.11万名劳工受贿 若每天工作8小时上班20天 打工足一个月可以赚26880元 占1280元 月薪调账一共有194.28万人受贿 比先前24K多了1250元 一个月都可以多买15个鸡腿便当 无论你投的是同意或者是不同意 都是公民意志的展现 正如我所说的 公投没有谁输谁赢的问题 只有国家未来要怎么走的问题 这次公投的过程 传达出四个明确的讯息 第一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 愿意积极的参与国际 第二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 期待稳定供电 并且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 做机台的是我们7的门市人员 等等就是先到iPhone页面 点下就是正清五倍券 正清五倍券 然后接下来是插卡 输入完电话号码 在下一步就是领券 就是领券 所以如果你没有要在那家店领 就不要按下一步这样子 因为你基本上绑定的话 就是绑的那间店就是你领的店 军公教明年元旦开始调薪4% 相关配套方案行政院拍板定案 但过去军公教调薪3% 相关加级却没调满 不过这次军公教加薪4% 包含公务人员的专业加级 教师的学术加级 甚至在公家机关服务的助理 约聘雇人员都同步调高4% 预估有82万人受贿 但所需经费高达314亿元 当初我们会加入他那个社团 也是因为他在宣导在地的事情 然后有关心在地大家才过去 我相信他的得票 也是因为这样子而来 但是他后续已经把这个 变成他自己的版面 所以我后面我们的 就是其他人的主要诉求是在 请他把中立人三个字还给我们 我们昨天晚上有收到电子党的这个信件 那确实有来表达 对我们处理这个车用晶片的问题 表达感谢 那我想后续就是厂商会做他们应该有的处理 因为你这个车用晶片对全球的车厂 都这个影响很大 所以美国日本欧洲都是重要的车厂的国家 所以他们当然都非常关心 老定了 喂老定了 快点了 这中间 危险 好可怕哦 快点了 我们今天还是维持 三级警戒 我们维持到7月12号 原来警戒的事项 都跟原来一样 那最主要就是说 整体的趋势虽然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改善 但是并没有 达到我们要的一个要求 所以再继续两个礼拜 三年前才夺走18条人命 不到三年 再夺走50条人命 像今天我就是从台东坐铁路来到花莲 等一下也要坐铁路回去 东部人高度的依赖台铁 再作为对外的交通 我们不仅不容易买到票 买到票能不能顺利回家 还是一件事情 我们真的沉痛的呼吁 所有有关责任的人 正是这件严重的问题 新竹台来 要东西有东西吗 为什么要这里 来五十秒回来 五十秒回来 没了 小心 谢谢 谢谢 没有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